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爆发了这个舆论上的一个热点 然后有30多万人签名为这个大猩猩请命 就是认为是不应该枪杀这个大猩猩的 于是呢 就这件事情呢 就是引发了一个对是否要对生命尊重 那么我们由此呢 我们就联想到 在那个27年前那一场大屠杀 中共把军队和坦克开上了天安门 屠杀了无数的青年学子和手无寸贴的市民 那么他们对生命是如此的不尊重 这个到我们的党员 我们在美国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中共这个国家 专制国家和自由国家 这样大的一个区别 那么这些无辜的生命被屠杀 那27年以后 天安门母亲 他们连祭奠自己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很多去祭奠那个六四亡灵的人 每年都被跟踪 每年都被监控 被迫害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那么在美国的大猩猩 受到大猩猩的生命 受到大家关注的时候 我们在大陆传出了很多的事情 最近的雷阳被在路上 就这样在50分钟的时间里面 失去了生命 还有李旺阳被自杀 他住在医院里 他被吊死了 还有一个徐生河在那个车站 当着他孩子的面 被无辜的枪杀了 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 所以六四屠城的责任 我们是一定要追究的 杀人凶手是必定要受到惩罚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 我们就是为了纪念那些亡灵 就是为了不要忘记 那些亡灵为我们中国民主化 所做出的贡献 我们也绝对不会饶恕那些杀人的凶手 我们也绝对不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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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一党专制 结束一党专制 建立宪政民族 建立宪政民族 追究屠产责任 追究屠产责任 打保中国共产党 打保中国共产党 谢谢 我们下面还有两个颁奖仪式 其中有一个是由中国民主兰全国委员会 颁给著名的华人艺术家 陈维明先生的颁奖 陈维明先生的颁奖 陈维明 大家知道陈维平是著名的艺术家 他的艺术表达的一个主题 就是对民主自由的渴望和向往 二十几年来他最向往的 也就是中国要实现民主 为了实现这样的一个理想 他每年六四的时候都制作了很多有心艺术作品 这个我们大家在这儿 很多人都可能记忆有心 那这一次呢他是远隔千山万水 直接从这个新西南飞到美国 然后把民主自由女神像 一路这个从洛杉矶开到这个学来 所以为了表彰这个前先生对民主自由的贡献 所以我们颁奖给他 我在这里再介绍一下陈维平 我跟陈维平呢是在1979年80年那个时候就认识了 那个时候我们都还很年轻才二十多岁 那么他呢当时是中央工业美术学院的学生 那后来他们在80年代初期的移民到新西兰 在新西兰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叫新报 那么这份新报呢就是团结了新西兰很多的华人 在六四事件爆发以后 他又在新西兰的奥克兰造了一个六四的纪念碑 每年就在这个纪念碑前聚集了 最多的时候聚集过上千人的华人 就是靠着这份新报新报的力量 因为这个新报呢非常的有影响力 后来呢中共的领事馆就去收买他们 重金收买 但是呢陈维平先生和他的哥哥陈维建 他们不为金钱所动 他们坚持自己的办报原则 最后呢就被领事馆提起打手们围剿 这个报纸呢后来就倒闭了 陈维平先生移民到美国以后 致力于在美国致力于海外的民族运动 他的那个雕塑有关于西藏的 有关于各种各种题材的 都是反映中国那种暴政迫害下的 这个人民的生活 也不藏人的生活 他也曾经给达了喇嘛雕过相 那么这一次他是从六月十四 五月十四号从洛杉矶出发 我们后面的有三个车 就是他和他的团队一共九个人 从洛杉矶一直一站一站的来到了美东 路上途经十几个城市 他们在十几个城市里面举行了图片展 叫中共国家恐怖主义暴行展 他们准备了一百多幅图片 一路上向路人宣传宣传这个民族女神像 还有这个一百多幅的那个六四的那个图层照片 和各种各种揭露中共暴行的照片 那么为了表彰陈威明先生 在六四二十七周年 对那个整个活动的那个负献 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二十七周年筹备委员会 决定授予 首先呢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在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领过这个奖得到人们的鼓励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奖不属于我 是属于我们的团队 我们整个团队的朋友请上台 我们的团队呢 一共有九个人 但是有些人呢 他们还在看着车 还在其他地方坚持我们的工作 所以现在我要介绍从那边 这是王女士 王丽云女士 她是我们团队的唯一的那个 中国级的华人女生 还有一位 Leslie Why is Leslie? Coming here 这是我们团队也是从洛杉矶出发的 Leslie女士 她是一位模特儿和诗人 她一路跟我们 虽然我们有些语言不通 但是她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 她从27年前 天安门那个晚上 她是见证人 所以她为中国的民主 为了我们呐喊 她27年如一日跟随我们在一起 这位是张家瑞先生 她是从中国维权第一线来的朋友 是我们最为年轻的朋友 那么她呢 在我们在向中国传递我们民主自由的信息 包括我们在这次时代广场的所有的活动 她用最快的速度 向国内的同仁 向中国的坚持自由民主的战士 向他们传递 鼓励他们 就是说我们在一起 我们新年在一起 在中国奋斗的人们 他们不是鼓励的 有我们在场的所有的民主党的党员们 有我们所有在海外的老前辈的鼓励和支持 所以他们也感到了温暖 有很多的反馈 那这位是从那个纽约张城去洛杉矶 跟我们同行 一路风山露宿 跟我们同行 我们的所有的报道都出自她 原来是中共的高官 但是她是起义者 不是吗 好了 那么应该这个假设属于我们的团队的 你带我领起来 今天我要很高兴地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代表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的精神 我们的希望 我们通过几个月的 几个月的跋山涉水 我们的三个车 我们的车队来到了纽约 来到了时代的港产 前几天 我们这个民主女生像 跟她的姐姐 自由女生像 在纽约岛会面了 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民主和自由接生了姐妹 民主的火炬 这不仅仅是西方人的价值观点 她也同样属于我们东方人 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民 在27年前的那个晚上 中国人的梦想 自由和民主 被中共的坦克碾碎了 但是 我们在海外的人认知识 我们一起 经过数年的努力 我们终于给她重新树立起来 并且带到了纽约 带到了这个世界舞台的中心 所以说 自由的火是不会磨灭的 它 这个火炬 会燃料了所有 在中国黑暗当中的人们 燃料他们的心 我们这个自由的火炬 在经过哈佛的时候 哈佛正在进行 那个比喻典礼 哈佛的年轻的一代 看到这个火炬 问他们家长 这是什么含义 那个家长 非常动静地告诉他 27年 他参加了这个波兰状后的 民主运动 但是 中共用坦克 用军队 碾碎了中国人们的梦想 但是 他现在看到了 这个自由女神像 这民主女神 在哈佛的校园 哈佛的石块 重新树立起来 他非常的感动 然后 他们把 本来应该献给 小孩的鲜花 献给了 天安门 岛下的那些历史 献给了 我们的民主女神像 民主女神 在 自由岛上的 那个自由女神 130年前 法国的艺术家 巴图蒂尔 他把他带到了美国 成了美国的精神和自由的象征 今天 我们这个火炬 将在 苏联以后 也会带动我们的梦想 回到我们的母国 在他倒下的地方 重新梳理起来 自由 民主 这个概念 现在还没有造到中国 就是在自由女神像 他那个 桂冠上面有七道光环 他照样了美国 照亮了欧洲 甚至照亮了非洲 越南 古巴 但是有一块 在人类四分之一的土地 还没有照耀到 但是 由我们 所有在场的人们 和我们中国的大陆的同胞 我们 共同合力 我想 这个自由的火炬 将在不远的将来 造到那个四分之一的 和人的土地上 中国的自由 将重新光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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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